情節很好, 很感動 在烏雅的故事 很期待繼續的情節 它很有趣, 它很好, 它很懸疑 單元… 就算我錯過一兩集, 也不會… 好像不知道劇情發生什麼事 真是天天話題不斷 今宵大廈懸疑鬼避 破格的劇情, 另視為耳目一身 每個單元都令大家很投入 難怪被推舉為2019年神劇 最怯爆的話題當然是由李詩華飾演的Alex 自從飛機失聯回金宵大廈之後 他究竟是人還是鬼呢? A3空間… 為什麼它到哪裡都是水? 因為它浸死, 你覺得它應該… 應該是在飛機裡面 好像M37那樣下水 穿梳陰陽界, 兩邊都倒露 你覺得它已經再見了嗎? 再見的定義是肉身的再見 還是靈魂的再見呢? 我覺得它的靈魂也在這裡 各位視迷化身福爾摩斯 從蛛絲馬跡判斷Alex 已經是另一個存在體了 線索一, Alex走過的地方 地下留下了古怪的積水 昨天的劇情也看到它的行李箱下出現積水 難道是飛機失事待海 它借著水重返金宵大廈嗎? 我不是… 線索二, 只有Alex一個聽到 人形娃娃、澄清的聲音 你真的聽到我說話嗎? 他說他不是娃娃 你真的聽到我說話嗎? 是人 慢慢提高 線索三, Alex敲場叫隔壁房Mia 不過Mia只聽到敲場的聲音 沒有人在這裡, 為什麼不理睬我? Alex發訊息給Mia 不過Mia說… 我看他斬了一下, 之後就不見了 我就按進去看, 什麼都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光… 其實Alex是人還是鬼? Alex是人還是鬼? Alex是個美女, 又是個空姐 又是個母小姐 很快會知道阿蕭有多…深暗 是, 你有沒有想過網民 會這麼厲害, 這麼眼睛 想到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拍攝的時候 真的沒有想過 很多世衛他們都看得很流心 證明他們除了只看我們的劇之外 他們真的很討論劇 這件事真的很感謝各位觀眾 我們一個決定 可能會解釋, 最終我們做了什麼 為什麼他會變成現在這樣 為什麼Alex的飛機裡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幾天就會知道 其實在飛機上發生的事 大家都會覺得Alex未必死 但真的是另一個空間的東西 究竟Alex是一個什麼的存在? 接下來星期四、五、兩集 Alex的生死之迷就會逐步揭開 現在率先預告 Alex身邊的水為什麼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 林老師, 那邊不知道是不是爆水渠 你的書都濕了, 你快過去看看 Alex離不開今宵大廈 我已經死了… 是否已經死了? 沒事 其實Alex在暫暫的立場 他還沒死 是 而且我覺得只不過是 他在… 用另一個方式出現了在阿蕭面前 而且他… 很多觀眾都會猜是否平衡時空 或者他去了一個結界之類 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在接下來的第十三、四集 大家就會知道Alex究竟 他上了這個客機上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他也會回來呢? 當Alex的存在之迷逐步揭開之後 他和上一輩Coco千絲萬縷的關係 也會展現 Coco也好, Alex也好 他和旭輝和阿蕭的宿世愛情 也是朴朔迷離 Coco 60年代 其實旭輝, 即是山蔥 在60年代會做一些決定 令Coco會遭… 大家都知道Coco其實死了 之後就會解釋為什麼Coco會死 有一些執念令到我們今世都會遇到同樣發生的事 那個結尾其實就是一個… 我挺喜歡的結尾 其實我很喜歡的 你說是悲哀還是開心 我都不想說那麼多 但是最終會有一個Big Boss 是有一些很厲害的力量的 這個Big Boss 大家可以猜猜是誰 有一個很厲害、很強力的人 在我們劇中 而其中一個角色已經出現了 他有一些很神奇的力量